这里有本地的一个超市叫Nycense 这个超市有很多有机的健康的食品卖 有点像那个whole foods 但是这个超市是比较当地化的 其实比较local的 不像whole foods 全国都有分布 我觉得这个超市也算是一个贵妇超市了 卖的东西都比较贵的 您进去看一下 他看着人家墙上这个石头了 但是以后等我们有钱了也可以 把那个房子的外墙装饰一下 可以用这种装 用这个装也挺好看的 他这个超市里有很多那个有机的东西 进去瞅一下 我喜欢在冰里 哦他这里还有好多蔬菜呢 他这个全是有机的 这边的水果也是有机的 这个樱桃包括九磨九一磅还挺贵的 这个葡萄也可以两磅五块钱 blackberry五块钱 strawberry六块钱 这种迷糊桃最大好吃 六块九磨九 他这里东西确实是挺贵的 哎这个豆角两块九磨九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个不贵买点豆角回去吧 这豆角还行 这买这么多 应该有两磅 这个油笋 七块九毛九挺贵的 连这个葡萄葡都挺贵的 葡萄葡五块钱 觉得比吹的旧的贵多了 芹菜可以 芹菜两块四磨九一磅还行 看这玉米 这玉米卖一下挺好的 要一块九毛九一个 好贵啊 都是有机的 看这个生菜三块四毛九 好贵啊 都是很贵的菜 就不买了 这里好多面包卖 这面包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老牛已经买了一堆的 我看他买啥 Just a minute 他买的这种奶 这个是那个燕麦奶 4块九毛九一瓶 这个残豆五块六毛九 哎呦 这还有米一奶啊 米做的奶啊 然后他现在是各种各种豆子 这豆子一罐一罐的是四块九毛九的 四块四毛九的 也有三块多的 各种不一样的豆子 各种不一样的豆子 这是鸡豆的那个泡酥 童话食品 但这个热量比较低 这个是19块 这个是130大块 所以热量还可以 这个点心是两块九毛九 这个是墨西哥卷点 是用那个树水粉做的 这个玉米饼肯定的八块六毛 因为老牛不能吃那个麦 这是薯片 但是用橄榄油炸的薯片 所以健废一点 还买一把菜 这个花生酱的小饼干 七块九毛九 那是这个 你准备吗 对 我准备 我想买一个洗碗机用的洗机 它这里没有卖 它这里非常贵的 大家猜一下它这个要多少钱 估计这些就要一百多块钱 现在我们出来了 这里环境还是挺好的 那边有个很大的停车厂 我感觉它这里价格 我有点负担不起 如果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我待会要去一下 去买我常吃这些蔬菜 这些东西 how much 80 比我想象这才少一点 像这个whole foods 这个nonsense 他们都有一些 但其他超市没有的东西 比较稀奇的东西 像这个什么米做的牛奶之类的 所以比较适合一些 就是在饮食上有特殊要求的人 或者是对这个食品的质量 有更高追求的人 因为老牛呢 他在饮食上有些限制 所以他经常逛这个whole foods 和nonsense 他们这两个超市真的不便宜 一般我都不会来 一般就是老牛 他要买一些特殊东西 他过来 我一般都是去 Tradio or rafs 这些超市 当然我也尽量能买有机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东西都买有机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洗一下车 对 对 这个车水洗的时候 是在这边的城市 你只要去洗一下车 因为你看看我 它是很霜 对 但你不想花很多钱 如果你想要 你自己可以洗一下 但你不需要洗一下 OK 这里有个洗车的 我们以前哪一个过去 这个老牛说 这家可以洗外边和里边 比较贵 真的 那些费量 很多东西 都不需要 20 那些费量 然后 对 这个车上有好多灰尘 昨天我用水枪稍微冲了一下 这还是不行 光冲不行要擦才行 天太热了 到这个洗车行来洗吧 Love car wash Hey there Hey Buzz, how are you? Good man, I just want $10 for a wash 这边是你自己可以来吸尘器 吸车里边 吸干净 自己动手 现在挂到这个N档 让这个车在这轨道上自己走 看不见了 这个车身上全是泡沫 这个五颜六色的是什么呀 What are you? Colorful 看着好多布 刚才是用肥皂洗 前面用清水冲 洗差不多了 前面那个布 你看洗那个车 就是把那个车给擦干净 这个大挖布 大妈不在我们车顶上擦 把它洗干净了 I'm trying to go back around again Again? Yeah Yes, still dirty 没有完全洗干净 所以那个小伙子叫我们再去洗一遍 我们再开回去再洗一遍 我们这个车确实是有点脏的 Do everybody need to do twice or just us? No, I think they just saw it and said Hey, it didn't get too clean Hey, your car is too dirty Go back again I want to try one of my cookies OK 这个柴包已经把这个吃的搁到前面来了 但是我不能吃的 只能看着它吃 它这个看着还挺好的 Good? Very good Is it gluten free? Uh-huh Oh, that's good Eaten free coconut sugar Oh, nice 最近发现好像我吃这个面粉的东西 也有点不耐受 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吃那个 Gluten free的那种东西了 哇,湖汗酸又回来了 又回了一遍 觉得我们家的车太脏 给我们洗两遍 这个商家还是挺讲良性的 看你的车洗的不干净 要你回头再重新洗一遍 又来一遍 哦,这个屏幕可以看到他们洗车的状况 这些车洗的不干净 可能是在车洗的 这些车洗的不干净 啊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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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合算等于是五块钱洗了一次车了 之前我们洗车的时候 他都首先要拿个刷子 在你车身上用那个肥皂刷一遍 然后再过那个机器 这样就洗得比较干净 这个玻璃上还是有一些小点点的 应该要手工洗还是 我感觉在洛杉矶这边 这个空气质量还是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差一些 我记得之前我在欧里根在西雅图住 车子都没有这么容易脏 就是停在外头 它也不容易这么脏 这里只要一个星期 你要是不洗车的话 这个车就特别特别脏 特别特别难看 然后再加上小鸟 在你车上再拉点屎什么之类的 是吧 那就更难弄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空气质量 还真的是比较差一点 可能也是跟这里的环境有关系 这边比较干燥 然后树木也比较矮 其实我们住的这个城市 这个树木还是可以的 算是比较高的 而且绿化也特别好 只是山上的植被比较矮一点 给别人论一人 卡惠木 和着 这边 Bow Leonard 你 平